臺灣飛人陳信安衝出江湖 街頭one on one 對手居然是學長陳志忠 昔日育龍老戰友現身鬥到底 三對三全國總決賽 為球員加油也手養來鬥牛 只是比起打球 阿中和信安好像鬥嘴更在行 我還是會打球 可是跟比賽的狀況是完全不一樣 就像我有一個三部政策 我打球的話進攻不進三分線 然後我不跟人家碰撞 然後再來是搶籃板我也不跳 對 所以跟我打球是非常開心的 第一個是他不投三分線是他投不進 不跳是因為他跳不起來 因為他以前年輕的時候三分不是很準 所以我有圓夢 所以現在退就投三分 另外一個不跳是因為他現在跳不起來 另外一個是什麼 不碰撞不碰撞 不碰撞因為他現在怕跌倒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碰撞 所以這個三部政策就是為了避免丟 所以盡量不要去做這樣 哎呦 看來連鬥嘴都要秉持鬥到底的精神 但是與其吵誰厲害 不如找個神隊友Carry比較實在 組成三對三夢幻隊 想找誰隊友早就都想好囉 一個應該是我的老隊友啦 曾文鼎 因為他第一高嘛 就是第一個就是有籃板 就像剛才講 然後再來就是阿中 阿中一定是首選 因為他可以在球場上面 幫我們想出一些策略 那曾文鼎 大家也都知道他很聰明 也很賊 那另外一個田蕾 因為田蕾他有外線 所以如果是三對三的話 我就只要坐在旁邊看他們三個打 就好了 如果要我選三個 我覺得靜安一個 智傑一個 另外可能就是田蕾 或者是鄭文鼎 這樣四個人的搭配 我覺得是最好的 因為都能攻能搶能守 而且重點還有籃板 考驗默契和基本攻的三對三 隊友很重要 但這樣的夢幻陣容 一般球友恐怕是可遇不可求 所以還是乖乖鬥到底 爭取到中國比賽的門票 看看更大的世界吧 外體新聞採訪報導